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 不能得救 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众门徒就定规 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 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 叫众弟兄都甚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述说 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 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起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我们得救 乃是因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众人都默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 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其事 他们住了声 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述说 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意思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后 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魏倒塌的账目 把那破坏的 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圣余的人 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所以 据我的意见 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进届偶像的污秽和奸淫 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因为从古以来 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 每逢安息日 在会堂里送读 那时 使徒和长老 并全教会 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 拆他们和保罗 巴拿巴 同往安提阿去 所拣递 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腊 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 于是写信 交付他们 内中说 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 问安提阿 叙利亚 吉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 我们听说有几个人 从我们这里出去 用言语搅扰你们 祸乱你们的心 其实 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所以 我们同心定义 拣选几个人 拆他们 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 往你们那里去 这二人 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不顾性命的 我们就拆了犹大和希腊 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就是禁戒 记偶像的雾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他们既奉了差遣 就下安提阿去 聚集众人 交付书信 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 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 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 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 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 传主的道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个程 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往塞普路斯去 保罗拣血了希腊也出去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主 他就走遍叙利亚 基里加 兼顾众教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